希望各地社群的意同 以及在社群中观察到社会和政治的变迁 欢迎夏夏 大家午安 我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鼓励更多的人愿意投入open source 特别是我们都会 一般人在进来这个圈子之前都会想象说 这里面应该都是一群工程师 一群阿宅 那如果我不会写call 那跟这个圈子有什么相关 所以我希望就是借由自己的经验 可以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这里面 对于不会写程式的人来说 收获很大 在你的人生 你的工作里面都有不同的收获 那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 就是我从2006年踏入社群以来 然后累积了一些在社群当志工的一些经验 我在社群里曾经就是有担任过 就是行销方面的志工 后来是跑去赞助 就是拉钱的 不然你看很多活动是免费的 或者是一次要容纳几百人 那个钱怎么来呢 那我就去挑战一下 就是这个找钱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觉得有三年很有趣是 就除了议程以外 就总招除了议程以外 的事情都全部丢给我 所以它是一个很全面性的可以看到 或思考到一些活动的面向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待过的社群跟活动其实不多 就是比较专注在几个地方 那在工作上呢 我以前就是个上班族 就是个社处 那可是这几年也曾经就是创业过 所以可能会想说 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未来的路 可能想要怎么走 那我现在的身份就是 我是open source的promoter 我是一个推广者 那我自己目前有一个正职的工作 是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是一个客户成功经理 那它比较常用于SARS 如果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是走SARS的话 它比较会需要有这个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是从 大概从2000年初吧 从美国最大的销售管理厂商 Sales Bros开始兴起 那台湾大概在这两年 比较多公司在想说 以前的所谓的account manager 客户经理或是业务或是客户 已经不足以支撑 它的售后的追踪方式 那是什么样 所以台湾这两年比较新起 customer success这个职务 那在这里也会借由这个经验 让大家思考一下 假设你不想要写call了呢 我觉得工程师是一个 非常好做customer success merge的角色 就如果你要跨行 你不是只有PM这个角色 可以考虑 就是你不是可以只考虑 你要做一个TPM 技术专案经理或技术产品经理 不是customer success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就是可以考量的点 特别我看好它 大概是未来十年内 它会是一个刚需的一个职务 那最后就是我自己 还是有维持自己个人 一个小小的事业 那我现在还是在做 专业人士的个人品牌规划师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回应一下我的过往青春 天啊讲这种话 好像非常的悠久 我一开始是在 不是因为这张图来 来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因为我有看到 我有蛮多没有看过的 社群新伙伴们 所以我要再讲一些梗之前 我会先解释 就是我曾经在开放文化基金会 担任过第一年的总招 不是秘书 就是执行秘书 然后开放文化基金会 就是为了推广open source 其实它可能会一年 或者是隔年会办一个 就是party 邀请大家来了解一下 open source 发生了什么事情 基金会又做了哪些事情 那这是第一年 第一年我们办就是party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说要考山珠 然后张张照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被拍下来 然后这是我自己个人在网路上 在社群上比较流传的一个梗 就是我是拿刀的委员长 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可以站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这个清楚 然后我自己想一下 这十几年来的时间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把喜欢的东西 你想想看open source这个东西 你跟身边的人讲已经很难了吧 有一点点难度跟门槛 但是我把我妈带去社群的康复 陪我去听了一天的议诊 这是我一直以来 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 他那时候是我下高雄参加mokok 然后第一天我就问我妈说 你看我这几年一直有在听我讲说 我除了工作之外还在当志工啊 我想要让你知道一下我在当什么志工 然后他就陪我去听了 然后他很认真的陪我听了一场talk 然后陪我听了一场bof 就是mokok的形式比较不一样 那让他知道 试图让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这是我说这份警报以来回想 这十几年来投入open source 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妈妈然后带到社群的康复里面去 让他了解台湾有一群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在社群看到大家 就是他可能从学生时期就参加社群 也有可能是他工作之后才参加社群 来社群不外乎就是可能想要找同好 或是想要找一下自己的出路迷惘 然后想要找答案 但对我来说我是把社群跟工作分开的一个人 那时候踏入社群对我来说如果大家有听过生活跟工作要取得平衡 社群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我用社群这件事情来跟我的工作的世界做一个互补 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比较缓慢 就不是那么的有趣 但是我为了要累积我的行销工作经历 所以我自己要在那个位置上 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我至少要大概一到两年 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大量的投入社群活动当职工 然后我大量的在社群自己找专案去学我想学的东西 但是我在工作上遇不到的 所以我进了赞助组找钱 我想要知道如果是这个跟一般人讲话就有难度的东西 你要怎么跟品牌沟通 你要怎么跟厂商沟通 你要再怎么跟商业的世界里沟通 任何东西没有赚钱 他就很难持续走下去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把社群跟工作当做是一个互相成长 技能培养的一个养分的一个聚集地 就是我在社群学到的东西可以应用在工作 我在工作上学到的东西可以拿来社群 这样 因此对我来讲我回想了一下 我一开始加入社群这个动机 因为我是一个不危险城市的人嘛 我就是文主生 那工作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做文书行政类工作超无聊的 那那时候加入了社群 我第一个念头其实是我想要拥有自由 可以选择的自由 台湾的教育里面在资讯方面 我们基本上在我们那个年代 你一开机就是Windows 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了 那我一直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这个世界真的只有微软这家公司吗 不可能啊 就是总是会有人不喜欢他 或者是觉得他不好用的啊 那我想要有那个可以选择的自由这件事 所以我就开始踏入了社群 然后在社群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就是取之于社群 用之于社会 世界 我在第一年加入社群的时候 因为什么东西都不懂 但是我很幸运的在IRC上 遇到SA库学员这个社群的伙伴们 让他们对于我问的很准问题 都蛮有耐心的解答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 修正了我的脾气 我原本的脾气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 可是我在社群遇到的大家 是比较有耐心告诉你 这件事情的源头脉络跟怎么解决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刻 所以把我一部分的个性修正成 我现在比较愿意就是耐着性子 或者是好好说 或者是不用急啊不用生气啊 他不懂很正常啊 我们就让他知道就好了 所以对我来说 很多东西取之于社群 然后我用在这个世界里 那对我影响最深远的社群活动就两个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能会大量的听到 这两个康福 所以请见谅 我在前面有说过 其实我有参加过几个不同的康福 那他们也都很棒 就是Guli Misami在前两届我参加过 PiCon Taiwan第一届我参加过 那其他不同的康福的朋友也蛮友善的是在他们刚开始处理的时候遇到不知道跟人家怎么讨论谈判 他找赞助赞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找我一起来分享 但只是就是对我来说我个人在这两个社群里面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印象我很深 所以会再大量举例他们两个就一起大家见谅 那OSDC大家已经看不到了 OSDC的年代是台湾的conference不像现在这么多 一年大概可能就一两个 然后你可能都要去国外参加 所以OSDC当初的种招希望他想要听很多译诊 但是台湾没得听 所以他就想说我自己办一个 那后来是台湾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康福了 他就觉得他功成胜退了 他就参加就好啦 就是这样 我想要分享的几点是在社群身为一个麻瓜 或者身为一个工程师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通用的东西 第一个对我影响最深最深的是 Open Source的精神跟文化 而这个东西呢是影响塑造了我这个人 对事情对人生价值观跟心态很深刻的影响 我们人的一生的塑造 第一个一定是你的原生家庭 第二个是你所受的教育 第三个可能是你的工作环境 而我的第三个是我的社群经验 我在社群里感受的这十年的东西 累积成我现在的模样 那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之意是 我现在不管在哪里 我对于跟人家合作做事情的态度 都是开放分享 但我们不是免费 我们愿意把一些东西 就是资讯同步 让大家更知道事情怎么做 但是专业有价 我还是很强调这件事情 因此第一个对我影响最深的是 Open Source的精神跟文化 甚至我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呢 是有一个业界大牢 然后有一次跟我说 我觉得你们Open Source出来的人 好像不太一样 我问他说什么 哪里不一样 我们又没有长脚啊 他说你们比较乐意分享 你们比较乐意把资讯同步 当资讯同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避免很多事情 不必要的误会跟让事情进行的更顺 所以从那一刻意识到 原来一个老板在看我们做事的时候 他有这个感觉 那我才有意识到 这个对我的影响真的十分的深刻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测询最棒的一个特点就是 大家会自发性的有热情 去投入做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如果你听到在测询上说 就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啊 或是推坑别人啊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在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变动很快 然后非常追求公益 就是我们最后的结果论 以成败入英雄 但是如果没有钱 没有名 你有什么事情是会让你一直投入 在社群里我看到这件事 让我想很久的也是这件事情 就是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不会得到名 不会得到力 不好意思因为我参加的主别 也都是很幕后的 找赞助的人你们不会在开幕式看到我们 你也不会在闭幕式看到我们 你只会在出现 一直出现厂商的一些广告的时候 有意识到说 原来有厂商那是赞助我们 可能有志工在负责这件事情 这么幕后的状况 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做这件事情 你只是为了享受别人的目光跟掌声 你不会想做的 而我持续做了 应该有四到六年的时间 我都在找赞助 然后每一年都在想 就是厂商洗脸我的时候 我要怎么证明给他看 我们open source的价值在哪里 然后这一些点在于 未来你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 你可能没有经验的难题或问题的时候 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你的思考会很活络 你会知道从哪里下手去解决问题 然后我也在这里克服了一个 我非常讨厌的事情 就是我非常讨厌写文件 超级 马瓜也是很讨厌写文件的 但我发现就是为了让 传承或者是工作顺利这件事情 手写跟文件是有必要性的 所以我也是克服了这件事 但我先说我只有克服 但我还是不喜欢写文件 我只是他得写的时候 我知道怎么写 跟我会要求自己写 因此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在open source 我觉得最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把会的东西教训给别人 然后我们不会的东西 你可以找专案花坑给自己挑 你不用去跟别人证明说 我可以拿到这个职务 我可以拿到这个机会 我可以干嘛 你只要你愿意就好了 只要你愿意 这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很酷 然后又很不容易的事情 第三个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在这里比较 我们从小就被人家说 就是信任立他尊重这件事情 但在工作上 你不一定可以有意识到或感觉到 大家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大概社群里它让我觉得很重要 举一个例子 OSDC第一年我是 就是毛税自建跟当时候那个种召说 我看你每一年都是自己在搞所有的事情 OSDC早期是报道你自己去签名 自己找你的名字签名 没有你的名字没关系 你随便签也可以 那种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放认质的 比没有人还没有人的一个状态 那有一些东西我就很想要就是 把它弄成一个我想象中的模样 所以我就跟那个时候的种召毛税自建说 我想要帮忙 可不可以让我进去帮忙 他就说好 好的结果就是有三年 因为结束的时候 我刚好在结束的前三年都有参加OSDC 总招把一层之外的事情全部都丢给我 全部 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就找了几个社群里认识的同好 我觉得他在某些东西就是做的比较好 比如说那个女生的体力不够 就是没有办法做产物 那产物我就找人啊 然后线路组找人啊什么 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工作的分配跟协作 团队一起做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然后那时候的OSDC总招 一句话都没有问过我的决定 就是意识他顾好他的范围 其他的就我决定 那是我第一次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 就是原来被信任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很好 他感觉很棒 所以我为了想要获得对应这样的信任 所以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要对得起我自己跟对得起这个信任 然后这一些东西建立在我认为 以前我觉得有一点不以为然的东西就叫利他 就先你的出发点是帮助别人 然后其实会反馈到你自己身上 以前我知道这件事 但我不认为它是真的 而在社群我发现它是真的 就是我所有的出发点 我没有什么力啊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去 或是对什么东西有帮助我就去了 我就投入了 那到最后呢 我学到的我觉得我收获的东西是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有用 所以利他这件事情才会在我脑袋里 深刻的留下印象说 哦这件事情真的是真的耶 然后在疫情发生之前 其实台湾的remote 就是远关协助的风气不是很兴盛吗 那我大概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 因为加入了Cost Club 我是南部人 那时候的南部只有地方社群活动 没有大的conference 没有mocop 所以我们要参加活动一定是北部的大活动 那你一个南部人怎么参加前面的筹备 筹备的阶段呢 一定是靠网路嘛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早 就是因为加入想要一起筹办Cost Club这件事情 很早学会了远端协作这件事情 那因为志工团队里会有其他国家的志工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学到了 怎么跟不同国家的志工一起来工作 有时候会时区不同 有时候会国情不同 虽然我们可能勉强都可以讲汉语 中文普通话或者是英文来 简单的英文来跟我沟通 但是他用的字眼 他用的字词的意思 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从那个时候我被打破了我自己 为什么要用我自己习惯的世界去看待别人 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因此对于我来说 社群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 让我学会了远端跟人家一起工作这件事情 让我学会了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 理所当然认为别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在后来我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叫十年模一件 真的是十年 我从2006到2019都一直在社群 然后担任志工 这件事情的起源是我忘记哪一年吧 然后在某一个看府 有人提议我当某一个组的组长 然后那时候的总招 回了那个提议的人一句话说 沙沙他行吗 那我是一个就是很倔强不服输的人 所以我在想说行不行这件事 那我用行动来证明 讲话没有用 因此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是以年来记 如果我想要知道 我能不能专注做好一件事情 或一个记忆 或是证明告诉别人说 我可以这件事情 而是用行动来证明的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是 西加加是一个十年模一件的语言 然后这件事情一直一直让我在心里回想 如果西加加是这样的语言 那我们人的呈现是不是也是如此 艺术这一本书就是有一个 全世界广为人知的东西 就是你花一万个小时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一万个小时换算下来大概就是十年 你有什么事情是你会愿意花很久的时间 来验证你不是一个只懂皮毛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实验 而我自己实践了这件事情 下一个是我觉得社群对我来说 是一个扩大舒适圈 老实说我有一点点刻意把社群的圈子 跟我工作的圈子分开 这对我来说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也有很多人是把社群跟工作合在一起的 那也没有问题 你会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你喜欢哪一种 你喜欢你的生活跟工作都是 这群人或这个特质的人 还是你希望他把它分开 我是分开的 我想要特意磨练我自己 如果我在这个圈子觉得很舒服 那我可不可以在一个不太那么 不那么舒服的圈子 也可以做好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 社群就是扩大我的舒适圈 让我看到超多多元的观点 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想跟你完全不一样 那是在你很舒服的圈子里 你看不到的啊 我们所谓的资讯率炮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最讨厌Facebook的演算法也就是这样 他把我们省缩在一个 我们觉得啊对啊 他跟我讲的都是一样的话 所以你如果有跟你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生气 非常易怒 觉得他是异教徒 可是在社群里是帮助我 完全不会有这件事情的一个基础 不以人费言 然后听听人家到底在说什么 他讲的东西有没有逻辑 有没有脉络 他是讲科学呢 还是真的在验证这件事情 甚至是他扩大我另外一个数字圈 就是我在工作上没有机会英文演讲 我也不太有机会去海外 我去海外的时候大概就是产展展览嘛 商业公司 但我不会有机会去台上 因为去台上通常是老板 或是高阶的金女人之类的 那时候我没有 可是社群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去英文演讲 并且在第一次在香港 第二次在日本 然后我才得以训练到 原来所谓的英文口说跟新闻演讲 我虽然知道他们不一样 但你实际练习下去 才知道你自己卡在哪里 然后顺在哪里 这是我觉得 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扩大了我的舒适圈 然后在我的成长经验中 其实我对政治是有点远的 我不是那么的投入的人 我没有有意识的意识到这件事情 跟我息息相关 但是在社群里 你会看到很多关心世界的人 我觉得不夸张 我2006跟2007年在接触社群的人 每一个人 不是每一个人 大部分 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大部分人都跟我说 他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让对世界有贡献 然后我在想说 他是受到什么刺激吗 他脑袋还好吗 他是怎么了 就对我来说 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他们真的真的真的做这件事 我才有意识到 原来这世界有很多议题 是真的有人去关心 跟实际付出资源 投入他的时间 投入他的金钱 投入他的精神在做这件事 我在社群 听了 旁观了很多的论述络 然后逐步去厘清 自己对什么东西是有反应的 然后问自己 为什么对这些事情没有反应 那对我来说 影响最深的就是 台湾的太阳化运动 跟香港的预产革命 因为太阳化运动 我就是坐在 白天去工作 然后晚上就去坐在 就是立法院的马路上 那时候工作上的长辈 都跟我们说 你们这些人不会赢的 你们这些年轻人 是翻转不过这个阶级的 最后你们都是突然 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浪费时间 我说 因为我不甘心 谁规定我们 只能乖乖地照你们的话去做 我要被推下悬崖 我不能抗议吗 所以我们就是白天 就跟长辈抢架 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就是真的要看你的工作状况 就白天跟工作上的长辈 就是意见不合 然后晚上继续去坐在 就是马路上 而那个过程中 你会非常的开始去理解 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所以对我来说 我从不太关心政治 我其实都会投票 我从小都会投票 因为是南部上下的 那投票的时候 就会被爸妈妈叫回去 说你这次要投给谁 然后以后就变成是 就是我有一年总统大选 那个想投票的人跟家长不合 所以家长把我的那个 就投票通知书收起来了 叫我不要回家 我就从台北搭了街 搭了高铁 一路冲回 我家很远 真的超级远的 大概回家一次单趟要三小时 高铁加火车 再加可能也要转机程车 然后为了不要让我妈 发现我有回家 因为我们圈子很 我住的老家是一个村子很小 我就绕了村子一大圈 跑去搭火车 投完票搭火车就走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 如果我不要 我可以去做些什么 而不是等待别人 完成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想要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是自己的责任跟决定 这是我在社群学到最大的一点 那你之后在工作上 你也会发现 其实你有很多合作资源 我们有很多想不开的创业家 跟投入政治跟公部门 我练上去是 我目前跟中间的米卡创意 合作比较深 我自己是个人品牌经纪人 所以有时候会帮客户处理活动 我的直播跟记录基本上就是找他们 然后你会发现在社群里有很多资源 然后是你要想想看 你可以怎么跟这些人连接互利的 那在合作过程中互利这件事 双赢这件事 多赢这件事 常常是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做事方式 然后大家也会把完成的品质拉高 那也有很多人就是 我一直觉得很佩服这些人 就是我觉得就是 公部门真的很烦 虽然我关心政治务 但是我还是觉得投入政治跟公部门 真的很烦 那社群大佬有两个 今年投入了政治的选举 江明忠 King他是做登革乐地图 那他据说他今年要选台南市的议员 那Tony Q就是选新北市的议员 就他们的理念是不管他们有没有当学 他们就会是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我在他们身上的是看到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要大家一定要支持谁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发现 你买单谁的理论 或买单谁的愿景 企图 然后是跟你相合的 最后最后要跟大家说是 社群让我最大最大的一个累积 第一就是他帮助我有自我觉察 我意识到我自己的个性 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喜好 我意识到自己的能力 极限 还有我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包含我在创业失败之后 我决定要怎么活下来这件事情 我有一瞬间有发现 幸好我有在社群 就是投入办活动 然后解决事情过 不然我可能会很茫然 因为我人生前面二三十年的人生规划 都是一个上班族 我要成为一个高阶级女人 但是在那个moment 我什么东西都要重来 而社群的经验帮助我稳定下来 找到我下一个的选择是什么 这是我在社群学到最喜欢的一句话 众人知识 众人注知 我们的力量 不见得一定可以干嘛 但我相信它一定在某个时机点会出现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有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它有持续出现 然后持续运作着 然后证明你的想法是有用的 比如说 现在很多comp会有的个人赞助方案 但是我在某一年 赞助的金额从一百多万变成三百万 我实在是走投入没办法 想办法挤出来的办法之一 然后它真的有用 然后很多人就拿去用 我觉得这好棒 就是肯定了自己一个 找到对大家都有帮助的一个念头 所以最后想要跟大家说 其实趁早投入有趣的事情最好 你看你老了还可以再讲一场 不是 是一生就会受用无穷 最后想跟大家说 凯元大法好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想交流的 就欢迎来 希望跟大家一起交流 另外是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在以后的社群活动里 在你的跨国工作选择上 你都可以找到你的人生方向 你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甚至你以后可以拉别人一把 谢谢大家 我们还有一分钟 所以就是我有戴一些之前 Coscap的口罩 如果你没有难过 就是我现在戴这个的话 我想要分享给你 欢迎来找我拿 大家有问题要问虾虾吗 没有话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虾虾在社群的经验合作中 就是您有提到说会有一些同温层的突破 那在你观察来看 社群的人在面对不同的声音 跟在一般业界面对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会有怎么样的处理方式 或是应对方式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我跟大家说 社群也是一个江湖 有人地方都有江湖 社群跟商业的公司里面 一样就要在意见复合的时候 会发生的一些模式啊 反应动作是类似的 只是有一些成分多 有些成分少 商业公司最常常看到的就是政治斗争 你跟我是不同的派系 跟我是不同的山头 所以我要想办法压过你 因为我才能在老板面前 有拿到资源的机会 我才有办法铺成我的工作未来 可是在社群里就算意见不同 我看到的时候更多的是 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是我尊重你的发言权利 因此有一些 我莫得最大的深刻是 很多大佬前辈会告诉我的是 他对他的东西不满大 但是他知道他哪边是 讲的东西是好的 是对的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是 那个好不对的东西 可以去找他们做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 商业公司会有派系 斗争至此方休 但社群比较不容易 社群比较容易是 对啊 我就是看他部队啊 不然你要不一样 但是呢 在他哪个部份是很强的 你有需要的话 你应该要去找他 他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最最最最最最在的 所以还是愿意退去 承认对方好啊 对就是不以人废言这件事情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不喜欢你这个人 但是你的技能 或是你的擅长的东西领域 哪个东西很厉害 我认同你的专业 所以别人问我的时候 我还是会告诉别人说 这个人哪个专业是OK的 他在商业公司很少 所以说没有 你站错态势啊 或是赌输了 你就是整个被打压住了 我曾经是一个公司老板的特助 你知道特助这个公司 就是跟着老板 所以这个老板斗输了 我就没有这个工作了 好 当然HR会跟你说 哎 我们还是可以公司内部转掉 哎没有 我没有想要玩这种人事 我就直接斗 然后敢直接走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在社群配活下来 我不求名不求利 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都可以做出一些 觉得还不错的事情 那我怎么需要害怕 这样的一份工作的基础 这也是社群给我的最大的理性 而那个时候 刚好有一个业绩的大导 一个AI业绩的大导 他有一次跟我开完会 跟我说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 你去拖拖他的小家 因为在工作上我用粉 我等你没有也知道 我都在知道错号 当你的老板跟你的朋友们 这样错号的时候 没有人都会知道我自己的分 然后那个业绩大导 跟我说 你怎么用跟我说 你去拖拖他 我看他说 我很惊讶 因为我就是这个背后做事 所以从来没有跟他有直接的机会 但你会在那一刻知道 你真的只要认真做 你喜欢做的事情 做出了一点事 你是会把我 不一定是这个moment知道 但他可能在未来你的moment 但是会给你机会 就是我心得 跟大家分享 好 非常谢谢蝦蝦 那我们下一场议程 就是大概在七分钟后开始 大家对于这场议程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找蝦蝦 然后或是到我们的hacking room 一起來讨论 再次跟您的hacker 我们的hacking room 有我们的hacking room 可以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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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 他把他拿来 我们先来吃一下 谢谢 谢谢 嗨 好 那你 plate 太太了 可以替换 谢谢 謝謝 希望你可以在這裡玩得很快 好喔 好啊好啊 結果被錯了 好 好 謝謝 CK不以外 現在最近要賣名的 好 謝謝 謝謝 這件事 她的解析部分 多過三年多 啊 多過的話 多過的話 對 是啊 好像多出賣格 不行 你懂的 對 是不是 好 滿意的 好 來 謝謝 謝謝 還有 好 請 請